就是一到選舉感覺好像就是 就是會變成兩派的意識形態的躲著 就不會有其他多的聲音這樣 如果成立一個反貪污大聯盟啊 可以跳脫藍綠的框架 你會支持這樣的團體或候選人嗎 覺得應該會吧 說選人還是選黨 應該是選人 以我個人啦 我應該會想要選就是 不是藍綠的 不是藍綠的 對啊 其實對藍綠兩黨都失望了嗎 目前是覺得蠻失望 所以你跟我們一樣是無色的嗎 應該吧 可以這麼說啦 覺得台灣會有藍綠二鬥的問題嗎 應該會有吧 不會 不會 你又不懂 他可能比較少看新聞 如果成立一個反貪污大聯盟的話 你會支持這樣的團體嗎 會 可能會好一點 對對對 對台灣會好一點 是選人還是選黨 應該是選人吧 對 所以你本身也是沒有政黨的立場 公平上是無色的 對 沒有立場 那選舉快到了 你覺得台灣會有藍綠二鬥的問題嗎 嚴重嗎 會 會很嚴重 那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反貪污大聯盟 可以跳脫藍綠的框架 你會支持嗎 會會支持 像香港以前這樣 怎麼是選人還是選黨 選人 你本身也是沒有政治的立場 然後是無色的嘛 跟我們一樣是無色的 對 反貪污大聯盟這樣子 你會支持嗎 就是跳脫藍綠 支持啊 台灣現在政治就是 做官的就是可能 公會比較大嘛 想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沒有人在管的感覺 所以導致 呃 貪污的人越越多啊 應該這樣講 中間嘛 嗯 就是他可以監督是可能藍綠啊 他們也希望組織就是 藍綠和平 減少貪污 本身有政黨色彩嗎 欸 沒有耶 我比較喜歡 就是 看順眼的 所以跟我們一樣 算是無色就對了 無色啊 無色無味 因為如果可以變好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啊 你本身有沒有政黨色彩 我沒有 所以跟我們一樣是無色就對了 對 反貪污大聯盟這樣 你會不會支持 我會啊 之前的政治都是藍綠的操控 對 當然會比較希望說 會有另外一個就是 可以做一個公平的去競爭這樣子 對 你本身有政黨色彩嗎 我沒有什麼政黨色彩 對 所以算是無色我覺得 對 算是無色 我是覺得可能 現階在誰做得好 就會偏向你那邊 成立一個反貪污聯盟這樣子 你會支持嗎 不然會支持 會 不然一直都是 藍綠各說各的啊 什麼的 從中去改變啊 或者是 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方面 本身有政治色彩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其實沒有 對 所以跟我們一樣算無色就對了 對對對 無色對